嘿我會抓怪獸 對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哥哥和弟弟一起講的故事 叫做嘿我會抓怪獸 這故事弟弟很喜歡 哥哥因為他這有注音他已經可以自己看了對不對 哥哥 是好那我們今天就來一起唸 嘿我會抓怪獸 那這個故事呢他是一點有一點顛覆 就是一般我們對童話的認知就是怪獸是壞蛋 然後那些怪獸都不是壞蛋只有哥哥們 先不要劇透我們弟弟最喜歡劇透先告訴別人結局 好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呢 可以先看一下他這個蝴蝶葉有一個高山王國的地圖喔 然後你會看到海裡面呢是有黏答答海怪 然後森林裡面有恐怖森林怪獸 危險山峰有可怕洞穴山怪 還有他們呢他我家是住在高山城堡 我還有兩個臭哥哥們 好那這就是一個主角他自己畫的地圖 那我們來看一下 艾里伊瓦和他們的妹妹小波 住在一個布滿高山與森林的國度 艾里和伊瓦是獵人 有一天他們要出發去抓怪獸 這是艾里和伊瓦 拜託可以一起去嗎我也想抓怪獸 小波懇求著 這是小波 不行你還太小乖乖待在家吧 艾里嗤之以鼻的說 你看他們拿著一個怪獸出沒請注意的一個海報 小波回到房間生悶氣 我才不曉呢他心想 我聰明勇敢又堅強 於是小波悄悄溜出去溜出城堡 決定自己去抓一隻怪獸 他自己出去了 你看他房間好可愛 他還是一個雙層的有點像公主的床 可是地上披著胸皮 所以他是一個獵人 你看他這邊有弓箭 他不是普通的小女孩 不久他看見一隻奇怪的生物 我是勇者小波 聽好了 兇猛的怪獸 束手就擒吧 小波一邊大喊著 一邊快速的用弓箭瞄準怪獸 我怪獸我才不是那個生物說 我是櫻頭獅格里芬 快放下弓箭 我不會傷害你的 就這個 他是一個就是像希臘神話裡面的一個 一個 對一個 鳥頭 然後獅身的一個 一個怪物 他是傳說裡面的怪物 小波半信半疑 因為格里芬看起來就像隻怪獸 你好像迷路了 需要幫忙嗎 他親切的詢問 是怪獸問小波 小波心想 他太樂於助人了 不可能是怪獸 因此 小波告訴格里芬 他想抓一隻怪獸 我聽說海裡到處都是怪獸 格里芬說 於是他們一起出發去尋找 你看他會飛有 前半身是鳥 然後下半身是獅子 沒過多久 他們便發現一隻巨大的生物 我是勇者小波 聽好了 黏答答的怪獸 束手就擒吧 小波伸長手 想要他 想要抓住海浪下方的怪獸 但是他不小心失去平衡 疊進了水裡 你看那個怪獸是什麼東西啊 漿魚 哇好大好大的一隻喔 超級魚 我 怪獸 別開玩笑了 我是水妖 克拉肯 海中的生物 低吼針 你真該學學如何游泳 克拉肯一邊說 一邊把小波從海浪中救起 你看他有三隻眼睛 那不是普通的漿魚 小波半信半疑 因為克拉肯不只看起來像怪獸 聞起來也像喔 不過 真正的怪獸是不可能救他的 因此小波告訴克拉肯 他想抓一隻怪獸 他等一下要抓那隻 我聽說怪獸都住在山洞裡喔 克拉肯說 於是他們一起出發去尋找 這隻生物看起來 聞起來 聽起來 都像極了嚇人的怪獸 喔 什麼東西啊 但他不像在生氣 而是正在哭泣 對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讓你難過的 我以為你是隻怪獸 小波說 我不是怪獸 我是一隻飛龍 一個低沉的聲音回答 讓我難過的不是你 是有人抓走了我可憐的孩子 小煙 我到處都找不到他 我可以幫忙 我是勇者小波 而且我想我知道他在哪裡 就這樣 小波和他的新朋友們 一起飛上天空 出發尋找小煙 你看他這三隻朋友 都跟他一起去找小煙 他一定在那裡 飛龍大叫 小煙害怕時都會噴出火焰 你看這裡有火喔 於是他們朝著城堡的方向前進 這是誰的城堡啊 嗯 小波 對這小波家嘛對不對 當他們到達時 小波看見了他的哥哥們 他們看起來 聞起來 聽起來 都不像怪獸 但是他們的行為 就像怪獸一樣 我是勇者小波 聽好了 壞星的怪獸們 束手就擒吧 小波邊說邊說 把水往下倒 澆熄了火焰 當然也淋了壞星的哥哥們 滿身屍 你看這是他的哥哥喔 那這是小波家的城堡喔 紅白 馬上把那隻龍放出來 小波大喊 這些生物親切又友善 我們不應該抓他們 他接著嚴厲的說 艾里和伊娃因為沒有被飛龍吃掉 而鬆了口氣 他們答應再也不抓怪獸了 他哥哥就答應說以後再抓這些怪獸 你看他 他帶著他的寶寶飛走了喔 這是他的小煙 他們的衣服都燒焦一塊 對 燒焦一塊又濕大大 沒有 我跟妳講 其實他們兩個都有翅膀 真的喔 可是Baby有一種沒那種 喔好 欸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這邊 從此以後 小波最喜歡在廣大的國度裡四處遨遊 和他遇見的奇妙生物們交朋友 當然是和他的哥哥們一起 所以你看哥哥現在就變好人了 因為小波一點也不小 他聰明又堅強 他是勇者小波 你看這誰 這還有個山怪在這裡 他們怎麼沒有爸爸媽媽 對啊 他們為什麼沒有爸爸媽媽 這沒有講他有沒有爸爸媽媽 然後呢 他們媽媽就是這些人 沒有啊 這是哥哥 然後呢 我們再看一下 剛才我們前面的蝴蝶葉大家還記得嗎 原本的這個地圖長這樣 有說到處都有怪獸 現在呢 現在他把他的地圖給改囉 對 他這邊你看 他把臭哥哥們改成怪獸哥哥們 然後把恐懼森林裡面呢 他把恐怖森林怪獸畫掉 然後寫格里芬 因為他格里芬現在是他好朋友 他就畫了格里芬在上面 然後可怕洞穴山怪 他把他畫掉 他改成飛龍 這是他的好朋友 然後我 他在這裡 然後呢 嗯 黏答答海怪 還有把他畫掉 改成克拉肯 因為他也是有名字的喔 然後這個 還有神秘古墊他畫掉 改成長頸獸 所以呢 就是 變成這些怪獸呢 都變成他的好朋友囉 對不對 而且我們會發現他這裡面的怪獸都 嗯 怎麼了 我們都沒看到這一隻 對 這隻他沒有講 他可能是之後才會碰到的喔 然後呢 這個故事呢 我覺得很有趣 他有點顛覆了傳統 的童話中 大家對於怪獸的認知 然後他重新定裏 到底是怎樣的才是怪獸 是你又很壞心 是透格 又對 會去欺負弱小 那才叫怪獸 反而是假如你長得很恐怖呢 可是你的行為是很善良 說話很善良 對人很好的話 那你就不是怪獸 對不對 假如你對你們很壞 你就是怪獸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這本叫做 嘿我會抓怪獸 你們喜歡嗎 喜歡 喜歡嗎 好 那就這樣囉 分享到這邊 那這本的英文 英文原文叫做 I can catch a monster 這次的書團中 假如你喜歡英文原版的話 我就要剛好首篇 這裡沒有 那你喜歡英文原版的話 我們也有開放團購折扣 那想要中文版的話 那個三民的中文繪本全書系 這次都有加入團購折扣 那大家可以趁機補貨喔 就這樣子了 掰掰 掰掰 掰掰